关心国内疫情要带您来看到 昨天本土个案新增了744例 这已经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记录 事实上呢 短短才不过4天时间而已 确诊数字的攀升速度是非常的快 好 从10号的400多例再到500多例 接着是昨天的744例 那么对此呢 指挥官陈松就说了 目前国内的RT值是2 也因此疫情发展会很迅速 网上的飙升呢 这是一定的 但是他说高点很难预测 好 倒是谢宗学医师直言了 他说疫情增长的速度呢 其实比他预期的要快很多 他认为本周很有机会单日破清例 但是他也提到了 国外放任疫情升温 大约是两个月时间达到高峰 但是国内呢 因为社区防御比较强 相较镇痛期也会更长 未来半年之内恐怕会不断和病毒牵扯拉锯 好 另外来看到是黄高斌医师 他则表示了 其实现在根据研究也显示 民众在自然感染之后 在施打疫苗免疫保护 相对是比只施打疫苗还要高 不过为了要避免步上香港的后城 他建议要推广长者施打疫苗 减少重症以及死亡的几率 疫情连环报各地涌现强打疫苗人潮 13号本土确诊744例 创两年来新高 指数规模上升隐约成型 相对的疫情上升速度慢 疫情要反核的速度也会变慢 所以那个我们未来所面临的疫情的时间 可能会拖几个月的时间 避免疫情急剧攀升 防疫遵循度不可少 从指挥中心统计来看 今年染疫轻症或无症状 占了99.64% 跟去年相比重症比例差300倍 也就是去年300例重症 今年只有一例 差别就在于疫苗涵盖率 还有Omicron变异株的特性 今年警觉性足够 加上疫苗接种率提高 再来就要有心理准备跟病毒共存 苏伊丰医师认为 必须要有相关配套措施 拿台湾跟英国比 台湾就一方便 血汗医护甘铁人 就这一点大胜英国 医师谢宗学说 本周有很大的几率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人 国外放任疫情两个月达高峰 未来半年内 台湾将不断跟病毒拉锯牵扯 如果我们的防御措施不变的话 我们的高峰大概这一两个月就会到来 那再来就会开始往下走一个波段 那再来就等到秋天冬天的时候 再看看再来的病毒株 是什么样的病毒株 尽管台湾社区内防御比较强 指挥中心还是持续推广 台湾社交距离APP 非常拜托 以后记者要访问我的时候 也要上好APP 指挥官苦口婆心拜托 尤其餐厅吃饭或是人多的演唱会 有了社交距离APP就能形成保护网 发挥防疫效果 毕竟防疫这场战役 还没看到终点 记者综合报道